凌晨三点多 路上一部白色轿车 开在位侧车道 没想到开着开着 居然撞上路边一部计程车 白色轿车撞道翻覆 四轮朝天 有找到吗 驾驶从窗户爬出 他往车内钻东找西找 脚上一度只找到一只鞋穿 他跟警方说 他的车速在四十到六时间 没注意到路边计程车 才会撞上 我车速不快 然后他的车已经停在红线上 警方调查 驾驶驾驶没有酒驾 一车驾驶人头部受伤 未送医 二车没有受伤 白色轿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 撞上围停的继承车 警方后续将调阅路口监视器 厘清事发经过 还好继承车内当时没人 白色轿车虽然撞翻 但驾驶幸好只有轻微受伤 没有大碍 记者韩志兴皇翔 父王是韩台中采访报导